很多人都把王菲称为女神,称为女神的原因,不仅仅是因为她的业务能力非常强,王菲的唱功真的不是吹的,从小就在北京市的一所少年功力学习唱歌,而且还去往各地巡回演出,也许就是那个时候的学习经历,给她以后的歌唱事业打下了,非常坚固的基础。 后来王菲开始去香港发展,王菲的学习能力非常快,也就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够学习好乐远。 再次回到内地的时候,很多人对于王菲这种菲市唱法非常感兴趣,其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,那就是王菲的天性,真的非常放荡不羁,不管外界怎么说,她自己活的都是非常洒脱。 所以说,不管是自己的歌唱事业,还是自己私生活,王菲一直都是一个饱受正义的女人。 关于王菲的私生活,正义最多的恐怕,就是她的三段感情。 当年王菲刚刚在内地活起来的时候,和豆薇两个人一见如故,文艺女青年和摇滚男歌手,很快两个人就开始搭裹过日子了。 那个时候,曾经有北京胡同里的人,排到王菲早晨起来,去给豆薇倒尿壶,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王菲真的非常接地气。 但是后来怀孕的时候,豆薇出轨了,面对这些她也只不过是带着女儿拂袖而去。 后来和和谢霆锋两个人,尽管外界不被看好,但是两个人依旧敢曝光,在大众面前。 不过最后第二段婚姻,还是选择她是稳重的李亚鹏。 两个人有了一个兔纯的女儿,但,是在王菲的影响下,李妍却是一个非常自信开朗的人。 分手以后现在和谢霆锋,所以说王菲的大女儿豆薇同,陪着经历了三段感情,很多人都觉得,这样跳泊不定的日子,可能王菲真的感觉非常满足。 但是对于自己的女儿豆薇同来说,很大一部分,并不利于她的发展。 所以说,从某种程度上有些人认为王菲不是一个好妈妈。 但是在最近播出的综艺节目《患乐之城》中,王菲和女儿豆静彤同台,也是第一次小编看到王菲在舞台上竟然这么激动。 在私下里,豆静彤和导演麦子的相处非常好,而且豆静彤真的是一个非常能吃的人,一个人要吃两饵和饭。 这个娱乐圈的女明星李简直就是不敢想象,毕竟的女明星都是竖着米粒吃饭的人。 在其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小编的注意,因为别人都是只吃了一碗饭。 只有豆静彤一个人在一碗饭的时候没有吃饱,工作人员注意到了,豆静彤就问他还要不要吃。 豆静彤先是非常抱歉的笑了笑,用手做了一个打搅了不好意思的姿势后,才去拿的第二碗饭。 他并没有自己因为自己的妈妈是王妃,也没有因为自己在娱乐圈是一个明星身份,所以就觉得应该别人伺候他。 因为我们平时见到的明星周围都是千古百英,恨不得都要让别人去喂饭了。 但是豆静彤却非常礼貌,在拍摄的途中小编发现,不管是和谁,豆静彤能相处得非常狠。 好,一点都不像他这个外表,看起来非常恨你的样子,小编觉得从一个孩子的教壤上,就能看出父母的品行和素质。 豆静彤曾经评价过自己的母亲经历的爱情,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参与,而且非常祝福自己母亲去追求幸福。 这样谦虚的好孩子,难道王妃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了吗?